我叫杜宇彤 现在我在运营中英新媒体电商中心 以及中英青年创新创业协会两个平台 中英新媒体电商中心 是通过短视频以及电商直播的形式 来将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产品 带到英国 并把英国以及其他全球各地的好的产品 和好的文化传播到中国 做这么一个文化交流 以及商贸的平台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新媒体从业者 在国内做过很长时间的新媒体以及电商 然后到英国之后我发现有两点 第一是英国人们对我们的中国文化 包括我们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服饰啊 餐饮啊饮食啊这些东西 其实是有一些的误解的 但是又很感兴趣 然后我就想通过这个我的资深优势 通过新媒体 通过短视频 通过直播的途径 来把我们好的中国文化传递到英国 同时呢 每次我回国都会有人问我说 英国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大家对英国和对海外的生活也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双边的平台 促进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 现在英区的TikTok市场还是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稳定 也就意味着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冲出来 所以呢 不管是说对于这种从业者 还是说想把中国的产品卖到这个英国这些商家 他现在的这个市场可能会没有那么繁荣 但是我认为机会还是很多的 我觉得其实电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在依赖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的同时 其实也需要依赖到这个平台的规则 其实我也是在不断的摸索 不断的去这个尝试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这个调整 来力争寻找到一个这个 对于英国消费者来说 更容易接受的这个方法 来进行这个销售 不过其实既然我们选择了做这一个 而且我们都相信这个行业是 有这个光明的发展的 所以我们愿意这个 同各种各样的平台一起来努力 来搭建这么一个中英 甚至是中外的这么一个电商的生态 来促进中外的这么一个商贸的交流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忘初心吧 那我创办这个中英新媒体电商中心 很大程度上回归本质 就是希望这个促进中国和海外 英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以及这个商品交流的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把文化的交流 作为利平台的根本 我们把文化做好了 这些商贸啊 这些东西我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我真的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它能打破中英的文化壁垒 打破中英的产品壁垒 然后同时呢 能吸引到更多更多的人 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来 一起做这么一个 大家看起来非常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